2015年江門市小學生開筆禮活動 在上週六舉行 台山分會場自在我市李星渠經驗學校 全體一年級先生及家長 參加了這次別具意義的儀式 去看看 上週九點左右 一班身像著傳統服裝的小朋友 在老師的帶領下 有罪感坐在活動園場 活動副作人表示 10萬兒子剛入學 對學生這個身份還比較陌生 為了讓他們盡快適應 學校特意舉辦了這場特別的開筆禮 開筆禮俗稱破蒙 是學童開始讀書名利的標誌 通過儀式提醒小朋友 已經正式步入求學路途 希望他們能夠認真學習 勤奮學習 開筆禮儀式包括 靜意觀 拜先詩 珠沙啟字 激管名字 妙控 書寫 人字 贈開筆禮證書 眾經典 向老師家長行謝禮等 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 拿起毛筆 學寫人字 老師說 學寫人字 是希望孩子們在學知識的同時 更要學會做人 人字 學習到怎麼寫人字 品嘗那短 還有學習到長大要當好人 要聽話 要聽話 聽誰的話 聽老師的話 還有家長的話 本次開筆禮吸引了不少家長到場觀看 他們說 由幼兒園到小學 是孩子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通過這樣的活動 既能讓孩子覺得有趣 亦都能夠由傳統儀式中 領悟做人的道理 以後人真 很好學習 同學的藥藥 他們有禮物 現在以後長大 他們自己想做什麼 學習好的方向就行了 據了解 除了李星渠紀念學校 此前在台城 中勞 豆山 水埔的中心小學 以及台城二小 也同時採用了這個極具意義的開筆禮 這次在全市範圍大規模舉辦開筆禮活動 自在通過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儀式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進一步深化創民成果 推動祠堂文化建設 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 希望本次的開筆禮 能成為我們一年級的孩子人生當中 最美好的回憶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以嶄新的面貌 來走向學習 學會尊敬老師 熱愛勞動 刻苦學習 關心他人 學會感恩 學會作人 上週六系第十六個世界急救日 今年的活動主題是 急救與老齡化人群 四日紅十字會組織有關部門開展健康教育活動 針對老年人突發意外的預防及急救 進行專題講座 講座開始前 市紅十字會首先向台城街道辦 橋戶社區 以及陸福幼兒園發放紅十字急救箱 隨後邀請市民醫院急救中心的醫師為市民講課 據數據統計 截至2014年 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超過兩億 約佔總人口比例的14% 老年人由於年紀大 身體機能往往較弱 容易出現心肺功能碎欠 中風 或者跌倒等意外 面對突發情況 學會急救又為重要 但在我國 急救知識普及率偏低 因此 亦都導致不少老年人在意外中喪生 先是被老人家 找一個安全寬躺的地方 坐下來或者睡下來 然後從旁觀察 如果他是清醒的話 那就等待一月零過來急救 如果他已經是昏迷的話 還要判斷一下他還有沒有心跳 和呼吸 如果沒有的話 要馬上開始心肺復甦 醫生提醒 預防性瘀治療 因此老人家應該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如果確診了某種疾病之後 一定要嚴格按照 依足食藥和覆診 家人也應該多陪伴老人家 一旦發現有異常 應該馬上帶老人到院就醫 對於好像是心腳痛這些 其實應該是及早就醫 確診之後 可能醫生會給他常備一些硝酸金油片 隨身攜帶 如果發作的話 應該馬上坐下來 休息好 然後設下含服硝酸金油 平時在家裡 老年人的家庭可以做一些扶手 在樓梯、在廁所這些地方 可以防範他跌倒 活動中 除了醫生講解 但還通過有掌問答 情景無異等的形式 讓市民了解更多相關知識 不少市民更自備了筆記本來聽課 非常認真 通過這次講座 他們都表示 學到了更多老年人突發疾病的 預防和急救知識 如果以後遇到突發情況 自己也不會再手忙腳亂 上週六佛家權學會舉行海外弟子沉根活動 近四百名武術愛好者來到我市 義母會友 活動還未開始 各位武術愛好者 已經迫不及待商戶交流切磋 據了解佛家權是男權功夫之一 起源於明末清磋 源自南少林 相傳由佛門中陽傳出 顧名佛家權 二十世紀初 一代宗師梁天柱 將佛家權帶到台山 在台山開設武館 教出徒弟一千多人 自此佛家權在五一地區 開始生根發芽 隨後 陳詠欣師傅 將佛家權帶到國外 越來越多的華人 以及外國人 喜歡上場這項傳統武術 佛家權在海外的發展是比較好的 現在經過陳師傅的救度 在海外的弟子是超過萬 他們因為陳師傅 因為經過了一生 所以很多帶子想回來尋根 更早 其實我們發出這個 很短時間 兩個星期多些 我們有美國、加拿大、香港、日本、澳門 五個地方 都有六十人過來 在活動上 來自各門派的武術愛好者 表演了十八羅漢、大八仙、猛虎下山等 不同的拳法套路 此外還有各式兵器的展示 包括了伏虎棍、彈刀、應唱等 精彩的演出讓人目不下接 據了解 他們當中很多 在海外已經學習功夫當年 就是因為功夫而哀想了中國 我非常享受 我喜歡運動、健身、健身 我喜歡傳統 所以非常好 我非常享受 陳妃女是佛家拳中心 陳明欣的女兒 自小在父親的分圖教育下練習佛家拳 至今集母已經消降三十年 米小體她是女兒身 但是打起拳、撒起刀來 全部都是功架十足的 因為我老公是很喜歡很喜歡 她在加拿大出生 但是她的夢想 就想來看我老爸 然後徒弟多謝了 這麼多徒弟見識一下中國文化 我女兒很想回來 所以這次帶她回來 和師兄帶她去 第一次回來 第二次回中國 感覺如何? 差不多好像在家裡 我居住這裡 因為我媽媽生在這裡 這裡有很多熱情 有很多技巧 一定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學習 據了解 佛家拳學會今後 將會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 務求在五一地區以及海外 繼續將佛家拳 這項傳統武術發揚開去 等更多人知道佛家拳 愛上佛家拳 上週六星光耀寧城群星演唱會 在新寧體育館上演 這次演唱會 嘉賓陣容強大 吸引了超過四千名市民到場觀看 現場氣氛是怎樣? 跟著我們的鏡頭去感受一下 演唱會還未開始 不少市民一早已經進場等候了 你看他們很多人都帶備了螢光棒 令人感覺即使活動還未開場 但演唱會的氛圍已經很濃 這次演唱會 除了有實力派歌手進行演唱 還邀請了廣東廣播電視台的 著名主持人世貴和李希 他們都是第一次來到台山演出 台山是我第一次來 所以我很期待 我進來的感覺 因為有點天黑了 所以看不清藍天、碧海 但我覺得整條道路都很乾淨 還有開車那種很寫意、很舒服的感覺 甚麼都新像 然後大氣 在廣州過來的最大的感受 開車的時候都一定要覺得 停車位多 真的會很舒服 還有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運動的人 我覺得有些新正、規模 這麼齊全的體育館 真是老百姓的福利 哇!帶來試 演唱會在八點半正式開始 來自內地的實力女歌手程恩 首先為台山觀眾帶來三首 風格覺熱的歌曲 一下就點燃了現場的氣氛 香港歌手張崇基、張崇德 則用清新的二重唱形式 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聽覺感受 希望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再來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 我們希望有第二次、第三次 有無數次再來 我今次將精算了 大家幾首歌都是在我們演唱會裡 主題曲 或者在每一次演唱會最後都會唱的歌 包括《忠生美麗》 有一首快歌叫《Take It Easy》 其實我們兩兄弟唱歌最重要 很重視我們自己的音樂和音效 今天我們下午試過音響 製作單位也有很好的音響 隨後組織台山的香港歌手 湯寶如出場的時候 掀起了演唱會的首輪高潮 經典歌曲《雙思風雨中》 當然引來了全場大合唱 很親切 很親切 因為你知道台山的朋友都很熱情 還有見到很多我們圈中的朋友 譬如鶴兒、黃潔、純基純德 真的很開心 演唱會上還有曾春妍、鄧穎之 和趙鶴兒等實力派歌手 帶來的經典金曲 台上的歌手唱得盡興 台下的觀眾也都熱情唱和 他們揮動手中的螢光棒 或者是手機燈 跟隨著音響支派一起搖擺 現場變成了一片星光的海洋 當主持人介紹話語界巨星黃潔出場的時候 現場更是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黃潔這次帶來了三首歌曲 包括經典的《一場遊戲一場夢》 《不浪漫罪名》 以及《我是真的愛上你》 首首歌曲都引得全場大合唱 晚上11點左右演唱會正式結束 歷時兩個半小時的演唱會 令觀眾大膚過癮 他們都表示 能夠在家鄉這麼漂亮的體育館體演出 感覺特別開心 群星演唱會聲耀喬香 明星才藝秀《月美珠江》 週日晚上 面對面對面互動 現場氣氛活躍 台山是我們張頻度收視的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台山人特別喜歡看張頻度 所以張頻度這次帶來了一些簽約的藝人 他們有傾情的演出 平時會推介給台山朋友 更多著名藝人的演出精彩分情 廣東本土歌手羅俊永、鳳博 以及梁子元的勁蓋演出 更是將晚會推向高潮 我唱自己的單曲的時候 都覺得雖然他們可能小聽 但都會很有熱情去附和 我覺得其實台山也好 希望可以多點來 希望都會喜歡我們的節目 都想大家會更加了解 多點我的音樂 或者我自己的東西 很舒服 我覺得那些人很親切、很親密 這是難得的 因為有很多地方 你可能見到那些人 他們如果不是經常看你 或者不太認識你 他們會覺得有距離感 來到台山 我覺得大家好像大家都很熟 跟他們打招 就會覺得很溫暖 著名粵劇花旦李慈箱 亦都帶來了賣荔枝化樂每一天 讓一眾粵曲迷聽得如痴如醉 因為我經常都來台山演出 所以我覺得台山 它對這個傳統文化 是非常之有欣賞力的 所以觀眾是很熱情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在台山演出 除了歌曲演唱 晚會上還有 我是紅絲蛋藝術團帶來的舞蹈 《川島程義義》 以及香港著名魔術師 郭安迪帶來的奇幻魔術show 豐富多彩的節目 為現場觀眾帶來一場 視覺和聽覺的成言 《川島程義》 《川島程義》